胆小鬼 都吓死了吧 连迎门都不敢走出来了吧 不会打仗 就夹着尾巴回家吧 可恶 说过这些家伙 简直欺人太甚 司马懿大人为什么没有反应 难道就让人家 指着彼此骂我们吧 冷静一点 其实敌人他们 也一样着急 忍不了了 跟他们干 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 站住 那样的话 就中了敌人的计了 一点也不错各位 蜀军确实可恶 那你们也要败出毫不在乎的样子 献鹰 你不能 新献鹰大人 是新献鹰大人来了 敌军 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在挑衅而已 那么 就做好防备 静观其变好了 是 新献鹰大人 真行啊你这孩子 剑拔弩张的气氛 都被你说得缓和了 不过 不过 我也是认真的 为了明天的希望 抖擞精神奋战吧 真的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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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